大家好我是Wildwildy 到了玩具狂人的時間 今天會講一下異形 明明是要講異形的嘛 為什麼我又要把鐵血戰士放出來呢 因為異形的對加就是鐵血戰士 其實有分鐵粉和異形粉 我自己其實就是鐵血戰士那邊 Predator那邊 其實Alien VX的Predator 就始於2010年的 第二生射擊電玩 那時候我都很迷的 其實Alien VX的Predator 有三個種族可以選擇的 你可以選擇Alien Predator 或者人類 那不用選舉廢當然是人類 Predator有很多 林林種種的外星武器 Predator的武器有 一支矛 伸縮的矛 有手腕的碗刀 有回歷飛碟 有在肩上或手攜式的 Plasma Rifle 有亡槍 又可以隱身 如果最後他打輸了 還有一個小型核彈 自毀自爆的 一起一鑊屬 林林種種種的武器 Alien只有尖尾 尼爪 尼亞 高速和胸裙而出 用矮多生死將的策略 所以我每次選擇的 我多數選擇Predator 無敵是最寂寞的 你無論如何都要有一個對手 所以Alien 就是我的刺愛 講到Alien之前 就要給大家看看 18吋的Predator 有個帶頭罩版 和沒有頭罩版 很威武 是Nekka 出得非常好 現在都升值了 我想這隻 我都買了超過 一年八年之前 他現在的Nekka 7吋 就是這樣 對比18吋 你看到分別吧 這個是City Hunter 我會對比 Classic 7吋 對比18吋 大小就是這樣 這樣 我現在右手邊 我現在保持著這隻 Predator 其實是重出的 可能10年前都出過 不過現在再出 我現在可能會有一個 新舊相系列 有一個新舊相系列 讓你看到 最新推出的Lekka 就是30周年版的元祖 對比以前推出的 技術有很大的分別 剛才說了 我是鐵粉 鐵血戰士 Predator粉 你不可能只有主角 但沒有了對手 所以今天就要講解 Alien 說到Alien 其實應該都遠在 13、14年前 已經出過7吋版 但那時候 我那個工人姐姐 不小心 跌斷了腳之後 那時候我不懂得修復 就扔掉了 很可惜那隻18吋的Alien 類似有這樣的情況 腳鬆跑跑之後 那我撿地方 就扔掉了 但我現在後悔了 我現在升到800元 900元 要找回18吋Alien Big Chap 所以就 這個新推出的7吋 先進去 我盡快都會有開箱 其實他現在一次過 還出了第二集 Aliens Warrior Aliens 有出到的 深藍版 以及橙色版 那樣 你看到舌頭可以動 後面的官圖 也有說到舌頭可以動 說到Alien 不得不提 其實最經典 都是我個人認為 就是第一集 以及第二集 第一集 就是Ridley Scott 功不可沒 Ridley Scott 這個導演是誰呢? 就是拍帝國嬌熊 其實拍的都是好戲 Alien 即是拿到世界的 認同和注視 Alien 被視為Sci-Fi的經典 因為他是第一套 將經歷的外太空生物 活生生地帶到觀眾面前 另一部導演就是The Thing 但是那個設定在地球裏面 但唯有Alien 成為一個經典系列 就是在空無一人的太空船裏面 你要獨自面對殘暴的外星怪獸 他還有機會在你身上產卵 甚至用你的身體做養料 去位置他的下一代 在你身體裏長大 然後再破土而出 這些概念都是很新的 就算你們以前有黑白電影 利太空船遇到外星人 都是傻傻傻的 但是唯有 這個Sci-Fi Horror 是第一次 將太空二星的怪獸 然後再破土而出 這些經典的圖像 第一次帶到給觀眾 當時我自己很喜歡看 看TVD Fu Ray 那些特別的特色 他就會說到 導演怎麼拍 演員有什麼特別的感受等等 有一個應該三十週年的特別特別的特色 找回不同的演員 爆肚的一幕 當中在飯廳裡 其中一個女船員 她表演的驚惑 完全不覺得她是演戲的 因為導演沒有說過那場戲 是有那麼多血的 導演說是有血的 但是女演員沒有預計到有那麼多血 所以當他看到有這麼嚴重的東西 破土而出的時候 他從心裡怕出來 不斷地尖叫 但是反而就是這樣 成為了 Gritley Scott Alien 第一集 裡面一個經典的音樂 就是破土而出的時候 那個女船員的尖叫 令到大家身在其中 就是覺得非常恐怖 到第二集 那麼分別在哪裡呢 分別就是不同的導演 第二集就是 是詹斯·金馬倫 看特別表演裡面 詹斯·金馬倫都說 他怎麼可以是破格呢 就是他怎麼可以破格 明明Alien第一集那麼成功 那麼他怎麼可以在第二集裡面 都帶出一個新元素給大家 所以起碼有兩個新元素 第一 既然第一集 一隻Alien都這麼恐怖 空群而出 整群Alien 其其一 其二就是 這次有一個特大號 Oversize 二型皇后 在这两点都令到Alien 二型第二集非常非常精彩 当然了,帥哥韦丽花也是功不可没 即是第一集 她青春无敌 但青春年轻的里面 也有非常强悍的一面 因为其实她身高超过六尺 到第二集的时候 她好像有些母女情在里面 要在限时里面救回殖民地唯一的生患者 小女孩 她虽然有女性柔和的一面 有妈妈温柔的一面 也有母狮子为了保护她的孩子 她的凶狠一面 最后还跟二型皇后欲博战 所以她的凶狠程度 就在Alien二型第二集里表露无谓 在二型第二集里 将她的温柔兼强悍的一面 完全表露无谓 但因为不值所限 所以也只是进入了BIG CHAP OK 第一集 因为这么长的隐言 终于是分析玩具时间 Alien Queen 已经升到一千元都买不起了 所以这个七寸BIG CHAP 先顶住 可以看到很英俊的 我喜欢BIG CHAP的设计 因为她的头骨是透明的 看到人类头骨的结构 因为Alien也有人类的DNA 因为在人类里爆肚 其实应该不是爆肚 而是爆胸而出 爆开胸骨而出 有重 所以BIG CHAP的设计 透明头骨 是非常仔细的 当然之前的生口 也有很多年前 也有出过 那生口也能出到透明头骨 那LEGGER没理由不行 还有这个Version 2.0透明头骨 我记得可能十多年前 Version也是透明头骨的 可以突理 即是打开下巴 打开下巴 做利益就可以晒出来 OK 飞射一点点仔细 好 地心吸力 再打开 那最后呢 这个Version 2.0 为人樽樽落到 就是 她的双关节 膝头过去是双关节 而手爪 都是双关节 所以呢 这两个双关节设计 我们真的屈得很尽 双关节设计 可以屈得很尽 这样的 而尾呢 一向跟以前十多年前的Version 一样 是可以有铁线内藏 可以随便改变造型 那拍照的时候 可以爱支撑 一向一向 上身设计呢 胸呢 可以是 伸直腰 虽然 幅度 是 不是太大 但其实已经比Version 1.0 是好很多的了 即是可以做出很多的动作 扭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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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好 但当然 扭腰 伸直颈 那边 我个人认为 是差一点的 差一点 差一点 OK 我最喜欢扭腰 四脚扭腰 做到的 但是 差在尾 可以是脖子 完全向后伸 在这位置 差一点 但是 那个 当然 垂直扭腰就是差一点 这里会卡住的 但是 相关节屈膝 这个是不得了的 OK 还有 观关节 可以抹到这么大 差不多大字码 都不是一个问题 执平举 可以吗 执平举 也是OK的 就是一个体育件像 但是 上色 细节 都很科幻 可以抹平的 要10分 那边给几分呢 即是 2与5草来说 我都真的差给5分分 虽然它是2.0 它不是 没有改良 就是之前说了 有相关节 继续秉承它的优点 透明头骨 可以有 铁线外藏的尾 这是一向有的优点 改良的就是相关节 所以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是 二型粉的 不得不收入 就算好像我那样 是铁血粉的 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天敌呢 都是要收藏的 OK 即是说到二型 又怎么可以不说它蛋蛋呢 之前呢 1比6的时候 又出过一只雀灯 这个是接近1比12 因为它是7吋 虽然它说是7吋 其实是8吋高的 但都是定了在7吋的系列里面 因为可能7吋的里面 对比正常7吋的成人公仔 它二型应该和铁血战士 是高出于成年的地球人 所以是8吋 但仍然都称呼它为7吋 7吋 过空而出又重 漂亮的 形态似的 漂亮的 形态似的 很过瘾 然后就有个Face Wrapper Face Wrapper 其实是 如果要看它的Special Feature 有性的象征在里面 那它很重呢 也有个性的象征在里面 不需要多说 这个不是做得最好 反而删口的话 做得更多一次 它里面的环形更多一次 然后可以在这里爬出来 放上面 可以 可以 凸凸 这个是破胸骨 而出的了 正常呢 就不会从蛋出来的 从蛋出来的 就只是 这个Face Wrapper 可以 包住你的面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在人体里面 枯发的幼虫 就会成熟 破胸而出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可以成为一个成练版的语形 由三个阶段 首先 Face Wrapper 要在蛋里破壳而出 就依附了在人类的面 就透过在人类的面 直入一个幼虫 就是这个了 直入而幼虫 这个肝时间呢 在人体里面 枯发成型 然后就破胸而出 一破胸而出之后呢 很快就可以变成这么大 在电影里面 好奇怪的 超快 好 如果你喜欢以上影片 请like share 和subscribe 多谢各位 拜拜